记者林一章嘉义报道,嘉义县永庆高中体育班培育运动选手,为提升选手照护品质,今天与嘉义长庚医院签约推动运动员运动医学照护合作计划,长庚医院的运动医疗资源如运动医学专家,副健师及照护师等将投入协助培训运动选手。 嘉义长庚医院院长林志宏,嘉义县副县长吴芳明,永庆高中校长苏元元及县议员陈柏林等,今天上午参与在长庚医院国际会议厅举行的合作签约仪式,关心体育选手培育的嘉义县议长张明达为签约见证人,因令有形成由县议会秘书长黄尚文代表出席签署,张明达也捐赠网球拍公学子们练习使用。 吴芳明表示,长庚医疗体系上尽社会责任与曾经莫林,默默付出,功不可默,提供选手免费住宿,也协助运动防护及医疗,对于留下优秀选手在嘉义县发光有很大的作用。 永庆高中与嘉义长庚医院签约,校队参加赛事及训练期间,由长庚医院提供运动防护员协助。 若发生运动伤害等需到长庚医院使用自费医疗,医院会补助支出。 长庚医院将搜集训练资料用于医疗及学术研究,协助永庆高中校对选手调试激励,顺利状况,并提供校对选手住宿空间。 林志宏说,科学与精准训练,是现今运动竞赛准绳。 医学团队是运动员背后最大靠山长庚医院长期以来投入运动,医学领域作与运动员做大的支持。